最近就在我家裡打掃 就找回舊櫃箱 找回兩隻十幾年前的CD 其實當時是好像上網 我忘了是上網買 還是去了王國送貨購買的 兩隻是無名超人555的女主角 當時我都忘了買多少錢 價錢我都忘了 兩隻CD和日間都有一些相片集 都可以開來看看 第一個就是方赫優里亞 其實這個女主角蠻漂亮的 我記得在《無名超人》的劇集裡面 其實她出現的主角色都是帶出主角 還有她整個背後故事的真相 其實都是混繞著她的 等一下 她裡面的名字叫《原田真理》 你看到這裡 開來看看 我都忘了 我已經很久了 很多年都沒有再開了 現在開來看看 哎 等一下 嘩 那些膠其實都有點溶溶的 哈哈 你看到膠都溶溶的 開的時候都要小心一點 現在開出來 現在開出來的 開的時候都要很小心 都要非常小心 因為可能膠都有點溶的 現在開出來的正面這個樣子 我們看一下 原田真理 你看到這裡 然後這裡就是劇集 那就是 那個男主角 當中的男主角 其實我記得 這裡看了 我記得 我記得 第一集 還是第二集 大家互相認識 見到的 那這裡就是第一集 那時候 原田真理 就說 在他那個養父 寄來一個 謀面千人的腰帶 那他那時候 我記得 是 他見到那個 怪獸 變成他 嘗試用腰帶去變身 那當然 這個故事 就 就說 他是不成功 變不了身的 這裏有個特寫的 這裏 這個都幾 這麽多年看回 現在其實都覺得 其實我是幾喜歡 五五五的故事 因為他整個故事 就 比較上是完整的 當年 到最後 是有少少難味 故事始終都解釋不到 有些事情 但是 整體來說 我是幾喜歡他這個故事 而且 他那個 無形千人的造型 其實都是漂亮的 這個就是 無形千人 那個 五五 這個造型 這個 又整個 他在理髮 一個 批發店那裏 他幫人做一些 我記得好像是 練習的 應該是屬於 他去找一些 練習 怎樣幫人 打理頭髮 那樣的 這個 這個 又是另一個 他又不可以叫反派 這個 這個是屬於 雖然對怪獸 但是他又是屬於 又不是說幫怪獸那邊 去 去 去 侵略人的 這個 就是 可能 可能 他就在洗衣店裡 幫忙 去送衣服 我記得 這裡 場景 是他去到牧場的家人 因為牧場那時候 他就 有些衣服 去了洗衣店裡洗 然後 然後 沿鐵真理 就幫忙去 去 洗衣服 就是送衣服 去這裡 就會遇到牧場 這個 就是發育鬥的樣子 其實都 挺漂亮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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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這個 什麼名字 我都不記得 總之他就是洗衣服的老闆 那 其實他都 有些少想過 想用那個 《無名超人》的別室器 做 《無名超人》 去 請求這個世界 其實他都有 有個 很好的夢想 不過 有時候他就 始終沒有這個主角光環 變成他也是做不到的 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套劇集 那些 人物 那些表情 那些 劇情 其實都 相當有趣的 其實都很富裕 樂性的 這個就是 整班人一起 一起生活 一起吃 飯吃咖喱 這個 我就 忘記了 我真的 忘記了 當時他的劇集是說什麼 是不是笑 男主角 吃不到熱 所以就好像當時 就幫他特地做了一個小孩 兒童餐的咖喱飯 那樣 就 變成了一些人 就 到處笑他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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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還是像小孩 那樣 那樣 真的 忘記了 故事 但是 看起來都覺得 還蠻開心的 這個就是 阿珍你 我記得這一個 是幾 什麼 劇情去到哪裡 都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太久了 跟著這個 這個也是發老豆的樣子來的 嗯 嗯 這個就 close up 這個就是 當時是什麼劇情 我都 沒有印象 是不是被那個怪獸 襲擊呢 還是怎樣 都已經 真的沒有什麼 有印象 這裡 這裡就是 應該被人捉了 受傷的 我記得就是 就是 就進去那個廢墟 就等可能主角去救他 這樣 這個應該都是 可能醒了 這個好像是看到 阿男子哥 跟 呃 好像大戰 那樣 不知道跟誰 搏蛋一起去 這個叫做 看著主角的樣子 這些就 有些 原來真的 扮這個女主角 方赫有里亞 去講一些訪問 其實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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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一些個人資料 以及一些訪問 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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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 CD 或者加要 嗯 寫真集 其實有 劇照 不可以叫寫真集 劇照 我覺得是 喜歡的可以給個like 大家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拍下去 好 多謝 再見